各位麦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到现在为止 HMR5绘图就给大家介绍完成 然后我们这一小节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把我们学过的内容给大家再回顾一下 做个小节 那我们看 首先给大家讲了HMR5绘图的基础 HMR5绘图主要的原理或者基础就是 HMR5新加了一个Kavers这样的一个元素 它呢相当于画图的一个画布 那我们通过Kavers的这个DOM对象 可以得到一个Kavers RenderingContextRD这样一个对象 那HMR5的画图主要是通过这个对象的API来完成什么呢 画图的 画图的所有方法都被封照到它里边 所以我们主要学这个KaversRenderingContextRD 那我们以后简称它为CTX CT 好 好那我们看在Kavers上画图的这个流程或者过程 分为这么三步 第一步我们得到Kavers对象的DOM对象 得到Kavers就是 DocumentGetElementByID 得到Kavers 然后呢 调用Kavers的GateContextRD 传个RD参数就会得到一个KaversRenderingContextRD这个对象 第三步就是调用这个CTX的这个什么呢 对应的方法完成画图 所以简单的画图就是三步 那么再看 画几何图形 画几何图形的话 我们这地方就是画空心和画实心的 那画实心的话 我们用的是 这个FileStyle设计一下实心的颜色 然后FileRectect设计什么呢 画实心的这个矩形框 那空性的话 我们用Stroke Stroke这个Style颜色 LineWise设计的这个宽度 然后设计的这个例行是方角圆角等等 然后StrokeRectect来画一个 这个空性的这个矩形 那HTML5并没有提供画其他几何图形的方法 比如说画椭圆啊 这些方法我们都要通过 路径 路径来进行实现的 好 再看画字符串 画字符串就相对比较简单了 我们首先 画字符串主要的这个方法 用FileText画字符串 但是画字符串之前 首先我们应该设置 设置字体 设置字体 设置字体的水平对行方式 和垂直对行方式 这个字体里边呢 其实是三个属性 FileStyle FileSize 和FileFont 应该是 好 这个地方三个字 我们可以一起设 设字的这个字体 大小和 这个类型 设完这三个属性以后 设CTX三个属性以后 然后调用什么呢 FileText 是画的是实心的文字 那StrokeText 画的是空心的这个文字 好 设置阴影就很简单 设置CTX的这个 ShadowBall 还有Color OffsetX和OffsetY 这是X方向和Y方向的偏移 这是阴影的颜色 是阴影的模糊度 这个数字越大 它这个越模糊 然后绘制路径 绘制路径的方法 首先我们要 Begin Path 然后是绘制路径 签加各种绘制路径 画椭圆 画弧线 这些东西 画完以后 我们要Close Path Close Path以后 我们再用File和Stroke File当然是填充 Stroke当然是空心的 只是画线 这是画路径的方法 那签加路径呢 给大家讲过 Arc Arc2 还有这个BCR曲线等等 这个大家仔细看前面的这个录像 这个地方我就 不给大家细讲了 最后我们讲了 前充风格 就是界变 界变呢 我们有这个线性界变 和这个位图 这个位图界变 就是这个圆 圆形界变 还有那个前充图像 好 界变的使用方法 大概是三步 首先呢 我们用CreatorLiner Grid LinerGrid 产生一个水平界变 然后呢 在这个界变上 加上 这个界变呢 它这个值是0到1 0到1之间 加不同的界变颜色 然后设置FileStyle的 这个StrokeStyle FileStyle或者StrokeStyle 为这个什么呢 呃 对象 类这个Canvas Grandout 这个对象 然后就可以界变 那 位图界变的这个原理啊 那个原理也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圆形界变的话 是有两个圆 大家看一下这个参数 有两个圆啊 两个圆 大小部分啊 从两个圆 半径到半径之间的 这个界变 那最后我们看 绘制位图 绘制位图呢 我们用JawImage Image X和Y 它这个参数比较多啊 第一个参数就是 要画的这个 Image的Dum对象 第二个参数 X和Y是 你要截取目标对象 这个图 截取目标图表的 从哪个坐标开始截取 这呢 是截取的宽度和高度 这个是放在 放在画布上的 这个坐标是多少 这是把图片 缩放到多大 这么几组参数 那绘图的时候 要注意个细节 就是一定要等 这个Image对象 加载完成以后 你才能绘图 否则的话 绘图失败的 所以我们的模式就是 另外一个Image的 这个Dum对象 设置它的SRC 设置图表的位置 然后ImageLowUnload 当图表加载完成以后 执行这个匿名的function 然后调用function里边 照MH进行绘图 这样的方式方法 反正原理就是 在绘图之前 这个图表一定是 加载到这个内存的 加载完这个Dum 才可以绘图 那最后呢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 画五子 就是五子棋的小游戏 当然比较简单一些 五子棋小游戏 大家可以拓展 可以做一些其他 比如说推箱子呀 走民工业 这都可以 五子棋 还有这个 俄罗斯方块 这都可以 自己都可以实现 那这是我们LTML5 所有的什么呢 绘图内容 就讲到这儿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